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啦 他真的不適合在這個位置上面 為什麼 他就是一個政治雅英 然後從頭到尾其實 是因為台灣人的防疫做得好 並不是他的政策做得好 還在啊 反正阿東部長說了算 你覺得嗎 我選第二 想甩鍋 疫情爆發 現在誰負責 想甩鍋 疫情爆發 現在誰負責 疫情一爆發 就是比較大家都會人心惶惶 我覺得是要先安撫吧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 就是說事情的就是真相 所以說只要這中間 如果有疫情更加重 然後公文還沒起來 就是要讓疫情更加重這樣 合理嘛 公文應該跑得很快才對 公文應該跑得很快才對 有個E-mail也可以啊 你說吧 怎麼 打個電話也可以嘛 想甩鍋 疫情爆發 現在誰該負責 應該是他負責 那種很緊急的東西 就應該要有一個特殊的管道 然後可以直接讓大家都知道 就是讓其他的訊息傳遞 資訊要對稱 現在是疫情 所以說所有的一些東西 應該是要特殊狀況 特殊主力 不應該是這樣子跑 可是他就直接講出來 這樣子會打很多人的臉吧 我覺得陳時中 這個人講話有的時候 不是很實際 對於台灣 這個人我是很反感的 你說誰 陳時中 為什麼 他講話都不老實的 不過這不是一向他的做法嗎 過去的幾次發生事情以後 他都會製造一些理由跟藉口 來開脫 對不對 比如說疫苗進口的問題 或者這樣 所以這有機可循嘛 公務員他們很習慣他們的作業模式 然後他們一直活在他們 比較封閉的環境中 所以造就他們今天 這樣子的一個做事文化 陳時中說 本來公文就跑得比病毒還要慢 否則疫情也不會這樣肆虐 你覺得呢 畢子妹直接發現 我們大部分民眾選的是選項3 還在凹 反正阿中部長說了算 好 針對阿中部長說的這句話 你有什麼意見呢 留言跟我們說 えっ 耳掌中 7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